我陪你做到天亮 做到天亮 是好几回 做到天亮 什么 好几回 我是说 跟李明好几回做到天亮 李明走了 李明终于还是走了 一去半年音讯全无 那天来了一封信 把话说开了 他跟梁姑的勤奋也就到头了 讲起来 也许这就是命吧 一个城里人 一个乡下人 本就不该相识 更不该步入婚姻 年初他父亲被平反 不发了工资 又正常退了休了 空下的职位 李明是要顶上的 梁姑从没责怪他去丛里 反而是支持他 只是没想到 他人一走心也飞了 这个家 老婆孩子 全不要了 梁姑父亲别提多闹 当初要不是他 要不是他瞎了眼 看着这个丛里人 梁姑何至于造今天的罪 老头愈怒着 脸色铁青 很小心地问 孩子 他不是要办手续吗 他谁呢 梁姑随口道 你别管了 强岸牛头不喝水 让他走吧 父女俩说话的功夫 李明已经到了小学校了 家他是不敢回的 更不能回 晚上在陈祖安这将就一宿 办完事明早就回去 陈祖安作为李明 唯一的知情好友 刘顿饭当然不充问题 可这 说实在的 陈祖安对他很有看法 人往高处走没错 但不是这么个走法 李明尴尬地笑笑 很有一些无可奈何 说 祖安 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天下午 两姑的村委 批了条子 托村长转给李明 从此两人就大路朝天 搁走一遍了 这夜多么难熬 孩子一直在念 爸爸呢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听到有人敲门 孩子睡眼心色地忙爬起来 妈妈 妈妈快听 是爸爸回来了 两姑把一包东西 从门缝塞出去 转回身 努力压住情绪 很轻很轻地说 快睡吧 没人 就像是知道有人要分离 第二天早晨 下起朦朦细雨 湿答答的 两个人见面 已经很陌生了 没什么话说 两姑只是躲 李明只是一个劲地道歉 她在乡下待了九年 她不会不知道 离婚对一个农村女人 意味着什么 那天李明走后 两姑似乎并未表现出多难过 家里的火还是一样没烙 照顾孩子烧饭洗衣 晚上还帮着父亲摊棉屑 跟个没事人一样 可她越这样 在旁人眼里就越奇怪 村里谁不知道 两姑这姑娘心眼好 但越是心眼好的人 心思也越重 陈族一口气跑到村高的小桥 默默地一手就是一种眼 据两姑说 这座桥叫女儿桥 传说当年桥刚落虫的时候 有一队送金队伍从着过 当大花轿走到桥中间 里面的姑娘 就一下子跳到河里淹死了 两姑突然一脸认真 指着李明说 就那儿 就死在你那儿 就你脚底 感觉到了没 那些年仨人常在这碰头 天南海北的了 李明跟陈族安游不完的涌 两姑洗不完的衣服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到长江 两姑问 长江有多长 陈族安说 千条小河会打江嘛 总之比这壮观 李明很有些自豪 说 我家又住在长江边上 你们将来有机会 一定要来看看 陈族安还记得 两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要是会游泳 就从这儿一直游到长江看看 陈族安一列好几页手在桥边 每天都到天蒙亮才走 后来她看两姑确实没事 天天早出晚归 地里的活一点没辣 家里也照顾着周全 就渐渐地发心来 但她作为李明的好友 现在李明走了 她总觉得 她应该帮李明尽点义务 哪怕干点活也好 那天在桥上遇见 陈族安主动要帮忙 两姑说 不是帮过了吗 陈族安心里一激灵 什么时候 两姑笑笑 从桥下说 你一连几页手在这里 放心吧 我不会干那种蠢事 要说想不开 伤心起来的确那种时候 但都过去了 两姑把自己比一种女儿桥 看起来不起眼 都是一块一块的大石头 但这么多年了 风吹雨打 人从这儿过 车从这儿走 不是一直挺过来了吗 陈族安便有话可说 姐姐是一个星期后来的 两姑没告诉她 她是从一个砍柴人那儿听到的 姐姐一进门就泪眼汪汪 一边心疼妹妹 一边忍不住住马李明 那个没良心的活 生怕两姑干活 没时间照顾孩子 姐姐和姐夫商量过了 浓忙时把孩子接过去 闲了再送回来 两姑知道她好心 但她觉得自己不是问题 这不还心包了四亩棉花地呢 姐姐眼珠子动了老大 你别愁农了 忙不过来的 两姑笑话说 我想死干一年试试 孩子这么大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照顾的 反正我下地就带着 饿了吃 渴了喝 家里边活也不算多 用到找去造码 省了砍柴的功夫 其实姐姐这趟来 还藏着一件事没说 两姑的婚事 按说两姑的条件不能算差 好人也多的是 但人家一听要上门 就很少我愿意的了 父亲说 现在这份上还上不上门 别管我 一切为了两姑 父亲这话是话里又话 他心里愧疚 老觉得是他害了两姑 当初上门说清的多的是 是他坚持选的黎明 如今这老头简直没话说 他想着 这能干多干点 多给两姑咱点嫁妆钱 两姑不止一次跟她说过 命里注定的事没必要多想 反正都过去了 同样的 对于李明妈妈给的一百块补偿 两姑也是这态度 心意领了 钱不能要 分开就分开了 干脆些 免得拉扯不轻 两姑就不信了 没有男人怎么就不能生活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他不信 更不服 凭什么乡下人比不过城里人 家里少了一口人 却多包了四亩棉花地 两姑就是要种民看看 就是要死干一年瞧瞧 乡下人不比别人差 他两姑 更不会叫他里面看不起 这趟家村长还跟两姑提了朝气的事 去年村里就打算弄朝气培训班 李明答应了的 这也瞎 要不 你带着大伙搞吧 村长试探心地问 两姑红了脸 我 我行吗 村长说 有什么不行 我看行 承认两姑有这个心 可他毕竟只有小小三年级水平 认字都认不全 到这工夫管不了那么多了 两姑照着里面的书学天天熬到后半夜 摸索了差不多一个月 他就先在村长家弄了个实验看看 考虑到两姑这是为集体劳动 大伙就主动要帮忙 有的说要帮两姑家棉花地除草 有的说要帮他家水添上水 两姑心里暖暖的 当时没说什么 他不想扑灭人家的热情 背后悄悄地 连夜把棉花地的草除了 把水添的水上了 等到第二天大伙会合准备上工 哪还有活干 天天早出晚归 披行待月 差不多秋分的时候 两姑终于看到一点光亮 两姑别提多高兴 她证明了自己 她是能做成事的 有了一家重工 其他家就容易多了 怎么样混合产器 怎么样制造送气管 怎么样连接找气灶 两姑手把手地交 没几天 村里几十户有一大半都开始陆续装上 说实在的 要不是没有大份 陈祖然恨不得在小学后也装上一套 时间过得很快 到石油底摘完棉花 两姑又接连收到好几份嘉奖 找其造就不说了 两姑重爆的棉花地 共计产出棉子1630斤 整合皮棉520斤 平均亡产130斤 这在村里是创纪录的 村长当即委托陈祖安 帮两姑写份材料 报上去 说不定能得个劳魔傻的 可当陈祖安去了两姑细节 两姑却说 这些事没什么好些 只不过是硬硬的头皮死做了一年 不是被逼到这份上 谁愿意走这一步呢 陈祖安忽然认真起来 两姑 我要亲眼看你走第二步 第三步 继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两姑想觉察到什么 妈说 祖安哥 听说你拿到师范学校毕业证了 陈祖安笑话说 是 我可能会调到公社中学去 不过 不过我离你很近 很近 两姑赶忙把孩子抱过去 快步走开 生怕晚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说来好笑 那以为那会儿 姐姐一连跑了好几趟 她还真给两姑误死了一个 两姑哪里肯去呢 为什么女人一定有个男人才能生活 自己不能过后吗 两姑就要自己过后 姐姐好说歹说劝不动 最后只好偷偷跟父亲说 下次直接把人叫到家里来 还是你拿主意 姐姐说到做到 过完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天 她还真给领了一个来 女儿跑到天里叫妈妈 兴奋极了 妈妈妈妈家里来个叔叔 带了好多好吃的 两姑心里咯动一下 什么叔叔 陈叔叔 女儿说 不是陈叔叔 大爷叫我叫他叔叔 两姑大概猜到什么事 就把女儿退回家 她则跑到小学校躲了一阵 她哪里会想到 她竭尽全力想避开的 就又在陈左岸的宿舍见到 那是李明的笔记 两姑再熟悉不过 陈左岸怕她难过 先说不是 后又说 只不过是平常信件 没什么特别 两姑问 她怎么样 她家里还好吗 陈左岸说 她一切都好 家里也好 我希望她好 夜里缝衣服的时候 两姑不禁又想起白天那封信 的确希望她好吗 两姑问自己 没有答案 她盯着笼子里的小鸟 忽然一股难以迷状的情绪涌上来 心里一阵酸 那几天 两姑好像走往小学校跑 有时候因为种植棉花 有时候因为一点别的什么原因 还有时候 两姑自己也说不好 有天夜里 两姑又跑到小学校去 小学校新买了电视机 村里几乎一大半的跑来看 别提多热闹 两姑哪里会想到 就因为这 她竟遭到父亲的责骂 其实哪个多嘴的邻居多嘴了 父亲移扣一个那种货 移扣一个那种货 两姑先道 哪种货 你怎么这样说人家 父亲急了 他们都是城里人 不是一路货吗 你摔了一跤还没够 还想再来一跤 两姑冷冷地说 我那一跤到底是怎么跌的 只怪我年轻不懂事 顺从了你的主意 父亲知道自己话说重了 盲解释说 孩子 爹知道是爹的错 可爹也是为了你好 两姑这时 渐渐贫下心来 就说 爹 我是看电视去了 小学校新买了电视 好嘛 老父亲头天晚上没说什么 第二天空之空之跑了几十里山路 不是要看电视吗 爹买得起 两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人老了 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外他吧 不忍心 听他吧 做不到 两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平 乱七八糟 不是滋味 说也巧 那几天棉花生虫 打了三四遍药没止住 两姑本想还去小学校找陈祖安帮忙 傍晚到女儿桥洗手时 惊讶地发现 梅老师手里 那是 那是陈祖安的床单 梅老师看出什么 忙说 他们男人都粗心 这种事还得女人来 两姑客道说 是是的确 梅老师又说 棉花有虫啊 要不要我叫陈老师帮忙 两姑忙说 不不 我先打药看看 这天回家 两姑就借口小鸟长大了 就孩子给放了 两姑放的哪里是鸟 那是一份良善 一份理解 一份克制 同一晚 梅老师回到学校 也试探性地拽拽拽鸟的线 看看是继续关着 还是很下心简断 给放掉 公社中学的调令下来了 为什么不去 为什么拒绝了呢 梅老师很不理解 陈总案说 我在这里九年了 我很熟悉 也很喜欢这里 就这样 梅老师脸上掠过一次 不易察觉的失落 梅说 美国家地域发虫了 好像很厉害 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 对 你去吧 我还有点事 那一刻 梅老师不得不承认 她手里攥着的那根线 可能原本就不存在 那天晚上 陈总案在棉花地 足足熟了一夜 陪了一夜 两个人相视无言 讲来讲去都是虫子 都是棉花怎么种 药水怎么喷 差不多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梁姑掀开了一个新话题 她觉得 陈总案该去公社 中学教书 人嘛 总是去更好的地方 然后 再找个合适的人结婚 这样才是正常的 陈总案脸红的脖子根 很小心地说 你难道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我 梁姑吓了一跳 说 不 我不要你可怜我 陈总案结巴了 好半天才说 不是可怜 我是真心 梁姑跑开了 她又把话题插到虫子上 讲心里话 她怎么会不懂 怎么会没看出来 她只是害怕 一步一步地努力 一步一步地离开 一步一步地制造悲剧 真心 真心的时候 真心是真心 绝情的时候 绝情就是真心 梁姑不得不记住父亲的话 孩子 你在一个地方摔过脚 难道还想再摔一次 梁姑又想 难道女人非得男人才能生活 她必须要做这些决定吗 再或者 生活还有其他模样 梁姑心里乱了 像一只毛线球 被小猫推得滚来滚去 根本理不出头绪 她常常呼出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往前看 往前看总是没错 这么想着 村长急增增跑来 一遍高声喊 梁姑 我现在得叫你梁姑同志了 梁姑莫名其妙 我怎么了 村长大笑 你当上地区劳魔了 梁姑揣着信封跑开 躲到一处披荆地儿 开怀大哭 哭得那叫一个悲伤 那叫一个放肆 那种被抛弃的痛 始终是叫人一难平 梁姑又做成了一件事 她再次证明了 她是能做成事的 她需要这股眼泪 需要这眼泪 冲刷她的不分 洗净她的委屈 消息传出 全村都炸了 开天霹地头一回 咱村出了个劳魔 了不起 这可太了不起了 隔天晚间新闻 当梁姑出现在电视上 好家伙 村里那叫一个沸腾 而另一边 当在手里骑三轮车的 李明再次看见梁姑 那场面 那气氛 那真叫一个透心梁 一开始 李明一位梁姑 是来买东西 就问 要不要我帮忙 梁姑解开钮扣 李明语气就轻转多云 当听到村长说 村里发展得比城里还好 李明就多云转小雨 嘀嘀哒哒 酸里酸气了 他还那句话 就是在城里扫马路 也不去乡下挖泥吧 说着转身要走 梁姑忙把一包晒干的桑树根递过去 说 城里没有 还是这个是脚病最好 李明心里咯动一下 推开 立马一些零钱放上去说 拿回去吧 我有工费一聊 村长气得脸绿 差点没把火星子弹把来往嘴里塞 那天 回去之前 梁姑特地去看了一次长江 欣喜自兵说 这么多年 他终于是游到长江了 但另一方面 他又好奇 人家说 长江会流到大海里去 长江都这么大了 那海 就不知有多大了 梁姑急目远眺 一阵阵带着水汽的风 忽然之间 吹开地台毛线球 远方 一片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